如今世界的强权当然不止只有美国 我们来谈谈俄罗斯吧 俄罗斯的共产主义 也就是共产主义诞生 整整100周年11月7号 也有一些庆祝的活动 不过这时候大家讨论的 反而不是共产主义 如今还行不行得通 反而是当初那个推翻沙皇政权的 俄国的所谓的国父列宁 他该不该入土为安 怎么说呢 列宁当初领导人只做了两年 就生病过世了 但俄国人当时非常怀念他 因此决定把他的遗体 永远保存陈列给大家瞻仰 因此他的遗体到如今 93年过去了 还停留在红场的水晶棺材里面 而且这个习俗后来好像包括了 很多共产国家的领袖 在过世之后都想模仿效法 毛泽东 胡志明 还有包括北韩的领袖 而且俄国这方面的技术 也是世界顶尖 当然把领袖放在一个棺木里面 不让他入土为安 是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如今也受到很多的争议 而如今这个题目 就是列宁该不该安葬 也成了一个新话题 动作整齐划一 俄罗斯军人精神抖操通过司令台 克里姆林宫 11月7号以小型阅兵 庆祝1941年的红场大教育 74周年 隐藏版主题却是 10月革命100周年 1917年11月7号 列宁推翻 沙皇旧势力的临时政府 让苏俄成为全球第一个共产国家 因此7号当天 红旗飘飘的游行 就与民众高举列宁的旗帜 纪念着伟大的一百年 但从阅兵规格跟游行人数都秀得出来 俄罗斯在普丁收益下 刻意低调纪念着一百周年 普丁希望稳定而非革命 加上百年前的共产思想 已与现世脱节 都让列宁入土为安的声音 越来越强烈 被称为苏俄国父的列宁 在1922年成了苏联第一任最高领导人 但两年后他53岁病逝 俄国民众悲痛欲绝 急着要见伟大领袖最后一面 就在他的遗体还未决定是否下葬 史达林决定要来个永垂不朽 于是93年来 列宁的遗体就停放在红场的水晶棺木中 至今脸色红润 招牌小胡子也还在 双手下垂像是睡着模样 为何历时93年 遗体模样仍完好 防腐工作堪称奇迹 原来每隔一年半 维护小组都得重复这样的流程 先将遗体分次进入 甘油 甲醛 醋酸钠等容易中 再注入新的防腐剂 保持湿深色泽与弹性 最后放入水晶棺材 保持恒温16度 湿度不超过70度 所有内部的内部组织 包括他的脑 都被剪除了 但皮肤和毛发也得试情况修补 像睫毛已经换成人造睫毛 绝大部分的皮肤 后来也因发霉长皱纹 以人工贴皮取代 列宁遗体本来还有人相伴 1953年史达林死后 遗体一样经防腐处理 放在列宁旁边 不过三年后 继任者赫鲁雪夫推动 倒是达林风潮 最后下令把遗体 拖出列宁种 但不朽的列宁 仍是共产极权国家 争相仿效对象 俄国生物研究中心 甚至还提供技术协助 北韩两位前领导人 金日成和金正日 都经过俄罗斯指导防腐处理 一样躺在水晶棺木内 摆放于锦绣山太阳宫 只是金日成的遗体 2014年展出时 被北韩民众发现不但缩水 还出现斑块明显损坏 因此同样躺在水晶棺内的 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就传出惊人秘心 曾跟随毛泽东的医生出书爆料 毛主席纪念馆内 除了本尊的遗体 还有一个陪葬的分身 两者都经过防腐处理 再加上一具真假难辨的蜡像 等于有三个毛泽东 轮流工人瞻仰 如今列宁该下葬的声音 不断在俄罗斯发酵 今年格外大声 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发言人 打出公投牌 由全民决定如何安置 看来列宁的水晶棺 恐怕还会在红场 继续待上一段时间 百年革命纪念日 进成了一段 该被淡化遗忘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